我今天看到那个云中阁啊 他画的那个 这个鱼 他没有画出立体感 那么在这里啊 我就 我就再画一条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条锦鱼 我们给它画成一个红白的锦鱼 所以 它就不能用很浓的墨来画 那么 同样我们是在 从他的头部开始画 勾线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发现勾线呢 大家都可能还不是大问题 就这个线条上面的一些力度 就可能有点 又有一点差 那么 这是他的一个鱼头 鱼头部分 这是 油的时候 他有两根出脚 这是 我们讲的是一个鱼的头部 这是呢 他的眼睛 啊 那么从这里开始呢 是他的鱼腮 啊 这是鱼腮啊 那么 你看 我们从这边过去 移动 你这个手臂啊 拖这个手臂的肉 我们就轻易的咱们就把那线条就 就画好了 啊 啊 这里是鱼的 臀 臀部 咱们也 咱们也 划过去 呃 这是鱼的 胸臂 胸臂 因为 它是游动的 啊 所以我们这个胸臂呢 它也 它也盛开了 啊 这胸臂 然后 你看这个 从这边开始 这个腹起 腹起我们也 也盛开了 啊 背起 咱们说的背起在哪里 啊 在这里出来啊 背起 我们能看得出它游动 看得出它游动 然后在这里 尾 这是尾鳍 对吧 哎 但是 这是尾鳍 咱们把这个尾鳍啊 你看 哎 一搞小以后 尾巴扭过去了 那么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臀起 这臀部啊 哎 这 这一个臀起 好 我们 这个鱼的 基本上的外形 我们东西搞定了 啊 呃 但是我还可以放下来一点 啊 这么把大家看的最合适的位置 这么把他最合适的位置啊 呃 然后我们下来 我们要去 呃 画他的 的鱼鳞 那么这个鱼鳞 我们以前讲过 呃 是要 是要有 先先先打一个 打仗啊 先先先打个打仗 那么我们 我们不要从头上开始来 咱们从这边开始来 这边开始来 中间 中间有一点弯曲 你看 到下面 弯到里面 好 有一条 然后呢 我们再画第二条 在这里 有了这两条以后啊 基本上我们都 呃 都 都可以按照差不多的位置呢 去给他秒 你看 是吧 我们看的是差不多的位置啊 我们给他秒 啊 然后 这这个 这也也也给他差不多 啊 我们可以 让他画下来啊 这里也差不多 这出息都差不多啊 一条一条过去 到了 因为他是平的嘛 所以都差不多 但是呢 哎 在过去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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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我们在这里 你看 稍微让他 进来一点点啊 逐步逐步的 细下 进来了 看到吧 细了 啊 他就密了 一点一点密起来 对吧 哎 好了 等到 他要靠近尾巴的时候 我们讲了 哎 后尾巴 这尾巴不是扭到里头去了吗 好 那么就 他就更加细了 啊 越来越细 你看 我们 我们现在在上头 可以 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 呃 这细了 他扭到里面去了 我们肯定看到细 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画他的 另外的一根 我们 我们也是 从 从 从 不要从头上开始画起来 啊 不要从头上开始画起来啊 我们再 然后再一点一点往上画 那么这个距离呢 是和我们刚才的那个那个画的那个间距啊 差不多啊 是吧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是要有要要有一点点的呃麻烦啊 但是 有了这个麻烦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鱼鳞画得很 哎 很好看了 啊 后面遇了一息 他遇了一息 我们也遇了一息 你看 到后面这个很细很细 很细很细 我们感觉他的尾巴往那钻过去 你看这条鱼啊 他还有一个头往那边去 尾巴往那边去 他这是 这个 油动 呃 线条不一定的了 我 我 我这里几根啊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十根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二一 二二 二三二十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三十几根 真的大概 三十三根 多一点 少一点 都没关系 因为你有的时候 太大了的话 这鱼鳞不好看 这鱼鳞就不好看 啊 所以我们这里头啊 一定是要有一个 呃 炸鱼差不多的 那个 那个 最起码你二十七八根吧 对吧 呃 你没有三十几根 你这二十七八根 你总是要的吧 对吧 你十五六根 你肯定不够的 对吧 呃 好 在这里 好 接下来 我们做啥 实际 我们要把这个 网线 我们都画成圆的 呃 这我们大约 看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呃 大约 他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我们看了 看一看就知道了 是吧 呃 好 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 还是拿这个弹幕啊 比刚才一样的 这个弹幕 啊 把它 大家看一下 正在这个线上啊 我们把它画成圆的 不要画在头上一点点 我们整个一个都要画 不要画在边上啊 是画在他的这个线上 把它画成圆的 是吗 这个线上 刚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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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住这个线 压在这个线上面 压在这个线上面 中文字幕提供 压在这个线上的 我们好多人画的是 切在这个线上画 那不行的 全部就压在上面 正好压在这个 切在这个线上画的 画鲤鱼也是这样的 对吧 如果我要把它画成鲤鱼了 也可以的 对吧 对吧 在这个新鲜子上的话呢 只有一点麻烦 是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我们的线条要勾出来要停 我们的线条要勾出来 这个就把刚才的这个网格 就变成了一个鱼鳞了 我们的线条要勾出来 我们的线条要勾出来 就这个麻烦一点 把它画成鲤鱼也可以的 但是呢 因为我画鲤鱼我可能就是浓墨了 我的锦鲤它是一个白红白的 最多它是一个黄颜色黄黑的 其实锦鲤和鲤鱼是差不多的 不过就是把鲤鱼培养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品种而已 它其他的东西都一样的 就这样是一个黄色的 是吧 好了 这边勾好以后 勾好以后 咱们拿 这个 拿这个蛋漠 这是老牙汤 这里挂一挂 你看这个鱼的 它的立体它就出来了 你看 那大幕就挂一下 我们现在能看到 这个鱼鳞上面的一些 一些反光和一些圆形 我们都能看得出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拿白颜色给它涂掉 涂掉 这个鱼鳞 我们可以 用一点颜色 不一定要用白 鱼鳞呀 鱼尾呀 我们拿一点折尸啊 都可以给它 都可以给它 啊 化掉 不一定要很 不能很浓的啊 浓的都是不行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用那个 白颜色把它涂掉 哎 鱼的身体呢 白的涂掉 是不是要涂得很厚啊 不是 但是我们要把它涂掉 现在给我 只有半小时一次 很麻烦 但原来音乐盒 不是这样的嘛 我原来录那么长时间 都可以 你看 现在我画的画 就平图了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 我也画那个酒粒图的时候 我都有录像 我们都可以看 不一定 我在这里讲吧 嘿嘿 对吧 现在我们把这个白的都涂上了以后 我们就要等它干 干了我们就拿一个电池缝来吹一下 这个天比较容易干了 但是如果空气中湿度比较大 你还干不了 我去拿的是什么 我去拿的是什么 然后 我们用大红 饱和的 很饱和色 很饱和的颜色 或者大红 你加一点 主标 大红可能不够厚 咱们加一点主标 加一点主标 它饱和了 它就比较 厚 那么上面呢 就去点这个红颜色 这个红颜色不一定的 它厚了 它不会画 你看到吧 这个红颜色 它是不是 点在哪里呢 涂在哪里呢 不一定的 每一条鱼都不一样 我们只要 觉得好看就可以了 你看 把这个鱼头 拌个油 拌个油 还有点点 这就很好看了 对吧 那么在身体上 这边有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 先大片的图都没关系 你看 这里我们先给它大片的图都没关系 这就很好看了 这个鱼就很好看了 对吧 但是现在不好看了 咱们一会儿在鱼鳞上面还要做做工作 今天还不好看了 那么 比如说 跟着这鱼鳞跑 跟着鱼鳞跑 跟着鱼鳞跑 跟着鱼鳞的一个一个网隔跑 那么是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网隔里 不一定 但是我们 有的时候边缘的时候呢 跟着 跟着这个网隔跑 它好看 你看 这配鱼鳞它红的 可能就比较好看一些 好看一些 它当然它也有半个 半个鱼鳞是红的 也有的 不一定 不一定说我整个一片鱼鳞一定是红的 半个也有的 但是我们 跟着鱼鳞跑 它会出现边缘 就比较好看 你否则的话 这中国形状很难看的了 跟着鱼鳞跑 它远 它一片一片就好看了 哎呀 随便的 看看这里再点一个红都没关系的 不是说我一定是 因为这个鱼到哪里红都没关系 它就是几点红 有的都没关系 有的是整个一条鱼都红 这就是每一条鱼的脸 那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 把这个鱼的 把红的就划好了 是吧 录像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鱼啊 其实还是平的 它没有 还没有这个立体 它们动态是动的 活的 但它鱼看起来还是平的 那它肯定它里头还要 我们还得要加工一点 加加工 那么咱们在这个红的颜色里面呢 我们用一点点 鼠红啊 或者是鼠红加点胭脂的这个颜色 咱们在这里 笔尖上啊 用了这个颜色以后啊 我们要让它染出一个 一个鱼的一个立体感 你看 这深了 这是悲 悲伤是深了 一点一点往里头 因为它刚才这个颜色很饱和 你知道 它一饱和 它就不容易化 如果这个颜色 不是很饱和 它就要化 你看 我们轻轻地往在这里 画出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当我们把这里 一点一点的把它画得深了 时候 我们现在看看它是不是 它的立体是一点点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条鱼是不是一点点圆起来 那么我们说这里头和那个花工笔花用的首先来画有点什么不同啊 首先不画的了 那么这个这个要需要画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用 这样的办法一点一点才能画出来 由于 我刚才讲了 由于它是刚才的颜色很饱和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它不会 它不会画出来 而我们现在看见它有 它有立体了 它有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它这里 白的上面它也要有啊 它也要有一些 是个深颜色的立体的感觉 轻轻地往上画啊 这个应该来讲 它不会画出来的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立体 对吧 其实我们 前面都有九里头的时候 都已经 已经有过路向 好 我们拿这个淡漠 在这个鱼鳞上面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红染 因为这个鱼鳞上面 它有 它不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白色 它是一个红染 所以我们今就会看到 我先在这个鱼鳞上面 我们也要大红染 那种鱼鳞上面 这个白的鱼鳞上它有 这个红的鱼鳞上有没有 它也有 所以我们红的鱼鳞上 我们也要拿这个深的颜色 当然这比它 比原来的深就可以了 有一点点麻烦 走吧 一滑一挑 一滑一挑就可以了 感觉这个鱼鳞上有一片一片的 所以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要画那个龙女 这个龙女说不定也很好看 画的人很少 但是我每次到什么 人家那里有龙女 到我这看半天 我觉得它很优扬 然后 这上面我们 在鱼鳞的这个上面 我们 交界处 我们也还要点一点 现在很具体了 对吧 具体 越来越具体 你 就 对吧 这 过 那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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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龙年们是龙花龙 花龙不是以前有过一个视频吗 我那个大海龙王不要太好 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呢 把眼睛一画 我们 你看 花龙点睛啊 马上精神就来了 弄点绿色 黄绿色 我们的同学 看到我是不是从今天下午一直画到现在 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们会问我 老师我怎么画两块就画不好 我也怎么才能画得好 你跟我像我一样的话吧 那么好了 这个剩下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补背景 补背景 补背景同样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也补补了 因为这个视频很短一点点 才是十几分钟的时候 时间 行了 十几分钟也不管了 我们 也方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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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